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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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三 今天要跟大家解說的電影是 《熟男行不行》 一個完整的家庭 背後一定有一個辛苦工作的爸爸 和顧家的媽媽 而這一天是一個平凡的夜晚 卡爾和艾蜜莉 兩個結婚25年的夫妻 來到了一家餐廳吃飯 原本正在考慮點餐的兩人 妻子卻一句話打破了沉默 他和卡爾提了離婚 並且告訴他 自己已經和別的男人上床了 而卡爾聽聞妻子的話後不發一語 在回程的路上默默聽著妻子的訴說 但其實卡爾的心情已經十分低落 他一刻都不想再繼續談下去 只想離開這個秘密空間 當兩個人回到家後 把這個消息告訴兒子和保姆 這件事對他們來說當然相當震驚 但也只能默默接受 不過保姆卻很開心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暗戀著卡爾 縱使年紀上差了很多 但他無時無刻都想和卡爾在一起 離婚之後的卡爾 把自己的東西從家裡搬走 現在他每天下班就在酒店喝酒 不斷地告訴大家他妻子出軌的事 不過酒店裡的每個人都不想搭理他 他只好一個人不斷地喝酒 自言自語 而這樣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好幾天 終於讓自己的殘客雅各受不了了 他把卡爾交到自己的座位旁請他喝酒 並且邀約他下次見面 打算把自己泡妞的功法交給他 於是卡爾就在難得的假日 和雅各一起出門 兩個大男人一起在各大服飾店斜拼 再到美髮店整理髮型 這一趟下來 卡爾花了身上不少錢 但和妻子離婚後 自己生活變得異常空虛 他必須找點事情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當晚 雅各和卡爾照常出現在酒吧裡 他開始對酒吧裡的女生 一個一個搭訕 在卡爾面前示範他泡妞的絕招 每一位女生都被雅各迷得神魂顛倒 這讓卡爾覺得非常驚奇 而另一邊 艾蜜莉和卡爾離婚後 就開始安分手擠的工作 對小王的殷勤不理不睬 他開始懷念和卡爾相處的日子 不過愛於自己出軌再現 他糾結過後 還是沒有回去找卡爾 幾天過後 卡爾在雅各的調教下 已經開始學會她的泡妞方式 他看中了一位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女生 開始嘗試和她搭訕 卡爾按照雅各的方式開啟她的話題 可對方並不領情 甚至起身就要離開 這時卡爾情急之下 把自己的心裡話全部說出來 原本以為這次搭訕就要黃了 沒想到對方是一個老師 平時最喜歡別人和她說實話 這一點剛好打中了她 於是卡爾就把老師帶了回家 開始他們激情的一夜 幾天過後 卡爾開始脫胎換骨 對自己充滿了自信 酒吧裡的每一個女孩 都成為了她的目標 只要有自己解決不了的事 雅各都會給她解決辦法 這讓她成為了酒吧裡的一匹狼 不過就在卡爾 純粹在這燈紅酒綠下 她的事蹟也盡情傳了出去 連保姆的父母都略有耳聞 而這件事也被卡爾的前妻知道了 她根本不相信那個沉默寡言的卡爾 會變成花花公子 直到有一天 兒子的學校舉辦了一場親子座談會 卡爾和艾蜜莉都一起出席 雖然兩人現在都過上自己的生活 但彼此都還是很懷念過去 他們都在考慮著恢復以往的關係 正當他們談到感想處時 老師打開門出來請他們進去 而這一開門 三個人頓時尷尬了起來 沒想到兒子的老師竟然是在酒吧約到的女老師 在面堂的過程中 艾蜜莉也感受到了氣氛的不對勁 於是卡爾這段時間的私生活 再也隱瞞不住 一五一十全部告訴了她 而艾蜜莉知道這件事後 氣沖沖的離開了教室 雖然卡爾一直想對此解釋 但艾蜜莉卻無法接受 在大庭廣眾之下和卡爾吵了起來 而卡爾的事蹟也被在場的家長們議論 另一邊 當卡爾正處於焦頭爛額的情形時 雅各正在酒吧裡泡妞 她正要對一位金髮美女下手 此時一個過去打槍過她的女子 進了酒吧 直接和雅各勇吻了起來 沒有對這種莫名其妙的事件 雅各當然是照單全收 於是便把女子帶回家滾床單 但卻沒想到在勤搶如雨得水的雅各 卻在和女子的聊天中越陷越深 直到他們沉沉入睡 兩人都沒有更進一步 而此時的艾蜜莉因為卡爾的事情 一氣之下決定和小王更進一步 不過他們親吻的這一幕正好被保姆撞見 於是在戀著卡爾的保姆為他感到不值 並通罵了艾蜜莉一頓 之後連錢也不收便直接走掉了 回到家後 保姆為了讓卡爾打起精神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派了好幾張裸照 準備要寄給他 不料 隔天早上卻被家人發現 這讓他的父親勃亂大怒 開著車打算去找卡爾理論 而此時的卡爾 正打算要給艾蜜莉一個驚喜 他把家裡的院子重新佈置 準備重新追求他 正當他要告白時 大女兒卻回來了 他帶著另一半一起回家 當他們見面時 兩人都愣住了 卡爾沒想到女兒的男朋友竟然是雅各 他並不知道雅各已經深深愛上了女兒 看到雅各和女兒在一起 他極力阻止 此時 保姆的父親也殺到了他們家 一看到卡爾就準備要對他一頓毒打 而艾蜜莉的小王也突然出現 於是看彼此不順眼的四個人 扭打在一起 最後由警察來制止了他們 輪跡下來的他們 最終也不歡而散 這件事情後 每個人都開始回歸平時的生活 兒子刪掉了一直暗戀的保姆電話 保姆也一直對這件事情感到懊惱 而女兒和雅各的生活 艾蜜莉也開始認真工作 這時的卡爾 一個人回到了酒吧喝著酒 而雅各因為看不下去過來告訴他 兒子的畢業典禮快到了 讓他一定要準時參加 於是在經過了百般糾結後 卡爾還是盛裝打扮到了畢業典禮現場 一個人默默地坐在一旁 聽著兒子的演講 當卡爾聽見兒子說不再相信愛情時 他便走向了講台 面對在場的家長們致歉 他開始訴說和艾蜜莉過去的種種回憶 並且再一次和他告白 而這個舉動 也終於讓兒子再一次拾起信心 在演講台上和保姆當眾告白 此時的會場 在他們父子的告白演講中熱鬧非凡 畢業典禮也在這歡樂的氣氛下結束了 故事的最後 處處留情的雅各有了一份歸宿 雖然卡爾對此很不滿 但也答應他會帶給女兒幸福 而保姆雖然沒有接受兒子的表白 但兒子也表明自己 長大後會長得和卡爾一樣 再一次追求他 最後卡爾和艾蜜莉雖然沒有重回婚姻關係 但不管失敗了幾次 卡爾都不會放棄 重新找回愛情 我們先來聽ATE 既然是嗎 不想看 前提兵 既然是死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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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死亡的 兩名是死聖的 既然是死聖的